要说今年最让人期待的电视剧《那非庆余年2》莫属 在张若云欠下多个第二季中 庆余年可以说是最先放出消息即将开始拍摄 关威夷放出消息粉丝们也开心不已 然而最让人关注的还是第二季原班人马能否回归 如今可以确定只有主角张若云没有换人 而其他演员并没有消息 近日有网友表示 庆余年第二季郭麒麟、李沁、肖战并不会出演 再加上庆帝的扮演者陈道明也曾表示不会参加第二季的演出 如今庆余年第二季已经有四位配角不参加演出 这也让网友们一时无法接受 其实早在之前送意的采访中 就曾透露郭麒麟可能无缘庆余年第二季 两人第三次合作是在坠续二 而不是庆余年二 因为我们第一次算庆余年嘛 然后第二次是坠续一 第三次应该就是坠续二了 我觉得就很自然吧 因为大家都是见证彼此成长 然后一起努力这种状态 期待的话 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坠续二还在写剧本 我相信他尽快会开机吧 对 郭麒麟无缘庆余年第二季 让许多网友惋惜不已 毕竟在庆余年第一季配角中 郭麒麟饰演的范思哲绝对可以排到前五 甚至到前三 他那一段算账的长罐口至今还让大家印象深刻 而且郭麒麟可以说是承包了剧中大半的笑点 一开始都以为郭麒麟饰演的范思哲是一个官二代的顽固 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亮相 却是一个心思单纯的铁憨憨 不得不让大家印象深刻 当然郭麒麟的缺席也是许多网友能想到的 毕竟郭麒麟和宋毅在坠续中扮演的是夫妻 如果再参加庆余年的演出扮演姐弟 怕是会让许多观众跳戏 如今坠续二也已经在筹备 一个是配角一个是主角 怕是任谁也会选择主角的出演 再加上如今郭麒麟的人气也不会再去考虑配角的角色 虽然如今郭麒麟李沁肖战陈道明 并不会参演庆余年第二季 让许多网友惋惜 但也期待庆余年第二季的播出 毕竟还有张若云在 而且宋毅饰演的范若若和田宇饰演的王启年 并没有传出不参演的消息 如果这两人再不参演 怕是网友们对这部戏的期待只会大打折扣 第二季的成绩估计也不会太好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更加期待郭麒麟和宋毅的坠续第二季 毕竟是原班人马 你们更加期待哪部戏呢